大家好 我叫楊木火 因為劉領士你好 很謝謝你這幾年來 就是說在談這些問題 那我叫楊木火 我是那個 核氏的原料法治會的總幹事 那事實上 我為什麼會加入訪的這個行列 因為93年開始 我去調查核氏的很多事情 那發覺 核氏裡面很多他的報告 只要認真讀 都會找出問題 所以我本身的學工程 那時候也請田委員 就說幫忙調很多資料 甚至有一次我跟田委員 還有追蘇星 還有日本人去核氏 那弄到最後日本人 田委員帶日本人可以到核氏去看 他就不讓我去看 所以我那時候感慨很深 那最近看到那個 沈世宏任環保署長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所謂一個程序的不正義 就是說以前在選擇核電廠 就是說環保署有出的一本書 叫做環境的不正義 那裡面就是說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以前在決定核電廠的時候 都是上面決定 都是一些所謂的一個 自認為精英分子做的決定 從來不去問核電廠 不去那百姓 從來不去那個 那我記得我們家族整個就是說 從中國來台灣之後 就是在那個核氏的上面 那整個家族大概三四十甲的土地 就這樣被徵收了 那時候徵收他是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地方住我們可以蓋國殘 可是整個土地拿走之後 他就跟我們長輩說 你白紙黑紙有沒有 那當然永和反而你都可以做 可是你也要問問當地的機民 你不是把垃圾丟到別人的家裡去 所以我對這位年輕人沒有什麼 就是說覺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請你記住 住在核電廠附近的百姓 他的心態是怎樣 你有沒有去給他同理心 那你為了用核電 認為用核電比較給你 你就一直要支持核能 我覺得這個心態非常的不正確 我不是說譴責你 我是說我提出抗議 謝謝